书馆开书,我又来了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继续聊这个清平准嘎尔达瓦奇部 戈登山之战一结束 这达瓦奇算是没几天蹦蹦了 今天咱们尽量争取逮着他把他送北京去 那至于逮着逮不着 我尽量咱们聊着看 阿玉西25人的一支骑兵小分队 趁夜突袭 这一下子就俘获了准嘎尔军中大小头目24人 这士兵可就无边无厌了 据这史书所在啊 6500人 这就是青史稿上提到过的戈登山大集 实际上这戈登山之战啊 标志着曾经威震中亚 雄霸欧亚大陆腹地120年的准嘎尔汗国 就此啊就了事了 人类文明史上最后一支游牧帝国 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了 这后世的史学家呀 对着所谓的戈登山大集呀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25人的骑兵小分队能破万人呢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尤其是啊 一些蒙古裔的学者 他们说呀 这个满洲人如此的编故事啊 那就是很离谱的 这也太不拿着蒙古骑兵当回事了 这蒙古人难道就如此不堪吗 其实这话让我听起来就没劲了 为什么呢 因为被俘获的6500人 他是蒙古人 那个打了胜仗的25个人的骑兵小分队呀 那可也都是蒙古人 那里边没有满人也没有汉人 那可全是正经的魏拉特 您要是非得说呀 这6500人有多不堪 那就更能证明这25个蒙古勇士啊 他有多么的骁勇 再者呢 又有人说了 这阿玉西也能够成功的混进蒙古大营 能够混进这个达瓦齐的中军呢 那更是不可能 其实呢 这一条啊解释起来 他也不难 因为呀 这达瓦齐手下这一万来人呢 咱就说这个被俘的6500人吧 都是他的亲兵卫队圈来的牧民 这些牧民呢 平时在草原上 那就是放牧的良民 并不是呢 这受过训练的蒙古骑兵 短时间呢 就被圈到了蒙古大营当中 说实话啊 军事素养 根本就谈不到 这是其一 那其二呢 这些人呢 都来自于不同的部落 互相的兵不支将 将不支兵 兵不实兵啊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呀 才让这阿玉西有机可乘 那其三呢 就是很多人都很质疑 这阿玉西带领的25人的小分队呀 有没有这个勇气 直接就杀进一万人的蒙古大营 那么说这一条啊 就得从这个阿玉西 本人的性格特征上分析 这阿玉西本身呢 他就是一个莽撞人 哎 您琢磨去吧 双马对驰啊 错凳的一瞬间 他竟然能从人家手里啊 把火枪抢走 迎着火枪往前冲 您想这人的胆子 他晓得了吗 想当年呢 他准个二韩国当官犯了事 险一险呢 就被人施予肉刑 他选择的 可不是乖乖的受罚 而是亡命天涯 最后啊 才出逃到了大清 说好听了呀 是英雄胆识过人 说不好听啊 那就是个亡命之徒 所以说呢 就前边的表现来看呢 我觉得阿玉西 带领了这支小分队 直接就冲进蒙古大营当中 放枪纵火 那完全是干得出来的 至于是如何俘获这六千五百人的 我想了 那肯定是啊 这沼泽对面清军大营当中 发现敌营火起啊 赶过沼泽 这才勤获了这六千五百人 当然那一定得是趁着夜色 天要一亮啊 这帮叛军一看 只有二十五个人 把他们集中到一起啊 即便是不反抗 我想啊 也稀里葫芦都各回各家了 那咱们换句话说吧 现在啊 关于这阿玉西 七席戈登山的奏折 乾隆的批复 表彰的奖励 这些文件啊 都在您到这个历史档案馆一查呀 全有 并且这乾隆皇帝呀 还专门派这个朗世宁啊 给阿玉西画了像 并且画像上亲自还提了诗 这些是编不出来的 他有据有证可查 所以说呢 我们读史啊 讲历史故事 哪怕您聊天也好 咱们得啊 有据有证可查 那叫史料详实 那您总觉得这段历史不可信 然后您呢 就凭空溢造 编出一段历史 那这叫什么玩意儿 您说对不对呀 也有人是说呀 哎 哪有这25人小分队的 葛登山之战啊 其实就是这达瓦齐啊 看着这个大军压境啊 他绝望了 才带着这几百侍从啊 就逃出了伊犁 那么要是光下 就把这达瓦齐给吓跑了 那这清史当中一定是大书特书 那为什么呢 兵法有云呢 那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这才是最大的胜利 如果真是天朝大军一致 这达瓦齐自行崩溃 那这岂不是正是在史书当中 这大清国给自个儿刷骰的好机会吗 既然史书都没这么写 所以说我觉得呀 这事情也不是那么麻烦事儿 戈登山大劫以后 这乾隆皇帝对阿玉熙和他的小分队啊 那都重重有赏 这阿玉熙呢 首先啊被授为了散之大臣 这散之大臣是什么意思啊 通俗的讲啊 这散之大臣呢 是侍卫头 也就是说呀 是侍卫处的一个官侠 从二品 他的上司啊 是领侍卫内大臣 并且呀 加封为南绝 这南绝可了不得 乾隆皇帝亲自降旨 阿玉熙这个南绝呀 是可以侍卫的 也就是说和这个大清国 其他的王公们呢 是有区别的 其他的王公这个帝绝呀 那都是降级成帝 也就是说呀 你爸爸要是亲王啊 你帝的绝位之后就是郡王 你儿子呢 就是背了 到你孙子那儿啊 可就成背子了 那么降到哪一战士头呢 这个呀 就得看你最初被封绝 是什么绝位了 这个亲王啊 一直就降到镇国公 就不再降了 君王家呢 降到这府国公 背了呢 降到不入八分镇国公 背子降到不入八分府国公 镇国公降至镇国将军 府国公降至府国将军 依此类推呀 这降级席成啊 也有个底线 总不能让这个功臣 有绝位的人 最后降成大一巴老百姓吧 那有不降的没有啊 有啊 铁帽子王啊 清代有国法规定 有这么十二家铁帽子王 这绝位是不用啊 降级成袭的 即便这个王爷呀 哎 犯了罪 被夺了绝 这个绝位呀 也能原分不动的 不用降级的 让平辈 或者是下一辈人习成 您看呢 人家是铁帽子王爷 这阿玉西呀 是铁帽子男爵 乾隆皇帝为了表彰阿玉西呀 这叫做点外施恩呢 哎呀 当然了 这乾隆皇帝 也有抠门的一面 是怎么呢 一踢到钱呢 这皇上就捂着腰眼子了 立了这么大的战功啊 赏钱呢 就直赏了 三百两 除了这阿玉西以外 乾隆皇帝 又给这个齐西小分队的 二十五人 又赏了二十六人 这会儿有朋友就不明白了 说你这战是怎么算的 二十五个人 捡去阿玉西一个人 应该是二十四个人呢 怎么还成了二十六个人了 那那个哥俩是哪来的呀 哎 那哥俩呀 是捡的 是这二十五人的小队 突袭打瓦齐大营之前呢 在山上 服裸的 这阿玉西呀 这个人英雄的感染力 他就这么大 这俩人呢 被这二十五人逮着之后啊 还就投降了 投降之后 还就跟着这二十五人的小队 一起赶下到营中 直接去突袭 打瓦齐大营 说实话 这俩人的胆子 那比起阿玉西来 一点都不小 您就说被俘获的那六千五百人吧 他们呀 缩头乌龟一样 他们不知道是二十五人 把他们包围了 可是这俩人 那必定是眼看争真儿的呀 那不用费劲 就能数出来这个小队有多少人 就这样还敢跟着阿玉西一块去冲锋 那您想这胆子 他能小得了吗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一赏啊 就把这哥俩也加上了 都被授予三等侍卫 并且每人赏银一百两 这可了不得 三等侍卫官居五品哪 一只大清官制啊 这五品五官 官服上这补子呀 绣着一只大熊 脑袋上啊 小蓝宝石顶是上嵌水晶石 每年这工资啊 是九十两 并且啊 还有四十弹的鹿迷 您瞧了吗 这一场军功下来呀 只要你肯为朝廷卖力 朝廷看样子呀 还是对得起你的 乾隆二十五年 乾隆皇帝就在这戈登山 立下了一块平定准嘎尔 明戈登山碑 用这个蛮蒙汉藏四种文字书写 概述了清平准干尔的艰苦历程 以及啊叙述了整个这个戈登山之战的过程 后来呀 到了这个1871年 那一年呀 正是同志十年 这个当时的沙俄呀 趁这个阿古百之乱 那会儿啊 正是闪干什么乱的时候 这罗柴人呢 就趁乱出兵了伊犁 当时呢 就抢占了现在的朝苏 也包括戈登山一带 那会儿的大清帝国呀 就已经快甩了 日墨西山是一时不如一时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和这个沙俄罗柴人呢 一直谈判到光绪八年 伊犁呀 才要回了一小部分 也包括这个戈登山 其实呢 这沙俄是想吞并整个朝苏的 可是这清政府 死活就不能答应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这儿啊 祖宗立的一块碑 所以说呢 令院赔给你其他一些土地 这儿也不能给你 就这样啊 现在这朝苏啊 才能留在了中国版图之内 您呢 也能去这个戈登山 再次的去看一看这块 平定准改二名戈登山碑 不过您现在去看呢 这碑亭啊 可是新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光绪年呀 再次从那个罗产人手里 收复这块湿地的时候啊 就发现山上那个碑亭啊 已然没了 只剩下一块突碑了 于是呢 就在这个光绪年啊 又把这个碑亭建上了 当时啊 还有地方志记载的很清楚 一共花了是一千四百两银子 光绪三十年的时候啊 哎 才进攻 可是呢 日久天长啊 也破败了 直到建国以后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政府啊 又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 可是啊 咱们都知道 03年12月1日 中哈边界呀 发生了这个6.1级的地震 戈登山碑亭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坏 直到2006年的6月 才把这碑亭啊 再次修复竣工 你要是有机会啊 到新疆的昭苏去旅游啊 一定得到戈登山去看看 您不能忘了 在这儿啊 曾经发生过世界军事史上 都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次 以少胜多的战力 那就是清平准戈尔之战的戈登山 大姐